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中底 我觉得真的是最难以评价的一点 就是它一点都不像GT Hustle或者是GT ROM系列的 因为我们看一下Hustle系列这三双鞋 要么就是全掌zoom 要么就是前掌双zoom 那么这双Academy它是连一块zoom都没有 而且它前掌做的又特别薄 所以说这双鞋它的前掌场地感可以说是极佳 但是它前掌场地感好的同时 它又没有做太多这种滚动的设计 就使得这双鞋它的前掌比较平 它的脚感比较贴近于那种板鞋的脚感 后跟倒是可以提供一些轻微的缓震 反正我如果打球穿的话 我是不太嫌疑大家买这双鞋的 它在我心中的预期价位大概就在300块钱左右吧 毕竟它用了一个flyknit 其余的其实真的没什么可说的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